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者学堂全球投资报的技术分析单元 我是主持人林承映 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资深证券分析师财纳克 大家好 我是财纳克 我们在这个技术分析单元 每次和大家来分享 怎么样的话呢 用一个重点 一个招数 一个技术分析的方法 我们就能够去走遍全世界 立足台湾放眼天下 那么在之前财大哥有跟大家提过说 比如说这个定装进货法 或者是一根均线怎么去做操作 那么在今天我们聚宝盆的新法 那么我们要来大家来特别强调什么呢 我看到好像跟动物有关了 是 那么最重要是大家在了解这个技术分析来讲的话 在帮助你的操作的过程之中来讲 它本来就分为三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就是分析 对 你什么样来讲的话 不管你的标的点是什么 或者你就擅长做哪些标的点 是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标的点分类非常多 对 我们从这个财子学堂的TV就可以看到 它分很多类 对 都有机会做投资 但是原则上面资金就那些 你怎么去掌握 它哪一个标的点 它的一个投资时机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聚宝盆的一些系列里面来讲话 我们把技术分析分为分析 策略和新法 我们之前有讲过分析 也讲过策略 那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我的资金怎么样来投入 我的标的点上面去 是 像定庄进货法 定庄进货法 我当我找到一个标的点 我觉得它很好 不管它基本面 或者它技术面试机已经来的时候 我可以用定庄进货法 我慢慢的进 慢慢的进 该要出场的时候就一次退出 这样子来讲的话 不但你在这个运行的 股价运行的过程之中来讲话 一般不单是一个安稳的 而且你可以走得可长可久 而我们今天呢 这个聚宝盆 这个操盘术里面谈到的是 大金刚操盘法 那么说到这个大金刚操盘法 它其实是某一个人的操盘术的一个 2.0版 怎么叫进化版 进化版 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现金阶段来讲话 有两大 那么投资大师 一个叫巴菲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金融巨额索罗兹 他们两位呢 都算是老人家了 但他们对于一个比他们最数年轻的 一位人兄呢 却是他们称之为他为天才 因为那个人来讲的话 从前操作所谓麦泽伦基金啊 10年之内啊 这个增长 资金增长 就是获利是800倍 是 那当然比巴菲特还要再多 那么这位人兄就是叫皮特林奇 他是194年1月19号出生 但是在1990年 也就是20多年前的5月份 他就退休了 是 赚太多了 赚太多了 这人现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为什么呢 就是说有些时候来讲话 建好就收吧 对 人生就这么一场嘛 对 那么我们 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 有些操盘法 是我们只能学习的 他最有名的操盘法呢 就叫做虚金操盘法 虚金 虚金 就鲸鱼里面的一种鲸鱼 他这种鲸鱼 他有个特色 他不随便乱吃东西 是 他专门潜到深海里面 深海里面干嘛 看到上面有鱼群 他们会转 因为潮汐的缘故 会转 他从下面张开他的大口 就往上吞 直接吞进去 直接把那个鱼群整个吃掉 但是虚金 虚金这种动物来讲的话 他是不是很贪心 他不是贪心 他吞进去之后 他需要的才得留住 他不需要的 他就用他的头上面那个喷的 把他再喷走 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样子不会让他肠胃受伤 吃太多了 吃太多会受伤 那么这个PT-Linj 他看到这种虚金 他的一种生态状况 所以每一次PT-Linj 从前他的操作 就是当整个市场上面机会来的时候 他每一次进货了 就进货数百档股票 多买一点了 不是多买 是他的档数有数百档股票 是 他不分好与坏 一次就把它进货来 进来之后 再做分析整理 因为实际来的时候 我们经常讲说 多头什么叫多头 上涨速度幅度 大过下跌速度幅度 叫多头 今天的那么高点 可能就是明天的低点 是 这整个盘局 如果这个市场上面 他要往多方面去走 你随便买什么 七八道股票 他都会涨 只是你要求你的效率是高的话 你最后你再分析 整理 哪些是要 游客比较会标的 标的 对 如果他是空头的话 他就是一次放空数百档股票 是 然后再看他们的绩效 所以当对于投资朋友们来讲的话 因为皮特林 他操作的是麦德伦基金 麦德伦基金刚开始 是1200万的美金 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基金 但是经过数年之后 他的基金已经达到140亿美金 就是这一档基金 他投资的 参与这个基金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有将近有100万个人 数量非常多 因为他的绩效非常好 而我们今天要告诉投资朋友们来讲 你不是基金操盘手 你也不是操作那么大的基金 但是如果你是小型基金的经营人来讲的话 今天的大金刚操盘法 你就要学了 对 这个大金刚操盘法 这边就是财纳科特别跟我们讲说 他从这个均线的角度去误出的道理 那么同时也是在操盘人的话 常常会使用的 是的 那怎么样来使用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两条移动平均线 两条移动平均线 如果股价在均线之上 均线也朝上 这两条移动平均线之上的话 譬如像我们这张图表 我们下面 那么在低档的地方来讲的话 有个金刚出没的时机 对 那个地方来讲的话两条移动平均线是朝上的 但在高档的时候 刚好是也是金刚出没的时间 是两条移动平均线朝下 只是你如何去掌握这个时机 这个叫时机 这叫整体的盘局的时机 但在个股方面怎么去做 那我们就回推到有一个故事了 那么在马西班 有一个很大的马西班 他们平常都有表演老虎 狮子 甚至有表演过长颈鹿 那很厉害了 就没有表演过大金刚 大家要知道大金刚是什么 大金刚不是猴子 他也不是猩猩 他是叫做大猩猩 在美国来讲 好莱坞来讲的话 他们拍过两部大金刚的片子 爬到帝国大厦 爬到帝国大厦 就那么大的大金刚 那平常是可遇不可求 但是马西班呢 那么是想说 如果我能够表演大金刚的话 那我生意一定会很好 对 所以他就去联络 非洲的草原地区 能不能帮他找寻到大金刚 而且大金刚的训练 如果就像熬犬一样 你不能够他 他已经成为成犬 你才训练 他不听从小就要训练 他从小要训练 所以他们到非洲去找 刚出生的 看起来像猴子 其实未来会长成大金刚的东西 是 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故事 非洲的这些探演家 就为了这个马戏团去找 找着找着找着 在森里面找到五只 小刚出生的小猴子 是 但是大家都知道 金刚每一次 真的大金刚他每次生子会生一只 所以在森里面找到 这五只里面来讲的话 有可能是猴子 有可能是金刚 对 这个时候就一起把他带回去 卖给马戏班的老板 马戏老板来讲的话 他也不分别 都好好的四项 每一个小看起来像小猴子的吃的是一样多 吃一周 吃两周 吃到一个月的时候 他就开始量身高 量体重 长得比较快的 长得比较快的 长得最慢的那个就被淘汰 他就不饲养 就把他在野放到非洲去 他就是这样子慢慢做 最后他找寻他要的那个大金刚 因为到了几个月之后 大金刚 他长的个子就比猴子长的个子大太多了 金刚跟猴子差很多 所以我们把这个典故用在 各位投资朋友们的手上来讲的话 是非常好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 突然股价从低档大翻身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一个整体市场上面要发动的 一个长线的一个多头的机会 对像这边金刚出没 金刚出没了 很可能金刚就在那边出没 怎么去掌握呢 去注意一下 我们还是要掌握的就是 它一个确定点 就是指数它的价位在两条移动平线之上 而且均线也朝上的时候 这就是你开始要利用大金刚操板法 来操作你手中的股票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电脑 现在大概很方便 用电脑按 按什么 按类股 类股的比较法 是 28类股 你一按看 今天哪一个类股涨幅最大 主流强势股 主流强势股 然后你就挑第一档强势类股 和第二个强势类股 是 然后从这两个类股里面来讲 在各挑三档最强势的个股 你就一次买六档股票 是 把你的资金不管你要投资 这一波掌握下一波的计划来讲的话 总共的资金的话你要把它切成六 六份 然后投资在这六档股票身上 然后每一个礼拜去做追踪 甚至别人再精密一点 每天去做追踪 是 经过你一个礼拜追踪的过程之中 你就开始把最涨幅最小的股票 把它卖掉 把资金立刻投入涨幅较大的 是 因为它会涨 它未来是金刚 对 猴子也会长大 猴子长大还是猴子 金刚打大它不是猴子 它是个金刚 就利用这种叫资金集中的方法来讲的话 最后呢 原则上面你就掌握到最强势的股票 这就是所谓的大金刚操板法 大金刚操板了 用在多方由空翻多的时候呢 可以用 由空翻多也可以用 这对于投资朋友们来讲的话 喜欢操作个股的投资朋友们来讲的话 尤其在整个市场在多空益位的时候来讲的话 那时候不知所措 请你记得你今天听过 猴子TV的大金刚操板法 将你的资金分为六档股票 怎么去抓取 原则上面从类股去抓取 前两名的最强势的类股 然后从这两个类股里面 最强势类股之中 各找寻三档最强势的个股进行做投资 然后呢 慢慢的每天去做追踪 每天去做追踪 然后来分析哪些资金要做一个撤离 然后转载到哪一档的个股身上 让你资金慢慢的集中 我们经常说 钱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但是要去注意一下 在操作个股来讲的话 原则上面资金一定要集中化 而不可以分散 因为分散的现象 我们在每一年都会看过 比如像台北市中校东路 有个叫台开大楼 每到股东会之前 摩托车停到 人行到 当然去领那个 骑柔 大家连路都走不了 那个摩托车停满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就是分散性的投资 所以每一档股药 什么时候该出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应该要毁了结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每年都去参加盛会 就是领纪念品 其实是说 这是一种人生投资的一种悲哀 所以基金一定要集中化 该要做什么时候 我们就做什么动作 当多 由空翻多 我们就开始用大金刚操盘法 当大盘的指数 开始由多又翻空的时候 你可以把大金刚怎么样 拿去卖了 是 永远是做顺着 整个大盘市去想 不要只操作个股的方向 你操作到大金刚 大金刚也要休息一下 大金刚不会每天活蹦 每天跳来跳去 太累了 他也会累 所以今天我们提示 大金刚操盘法 几个重点 再为大家做个复习 第一个 你用整体的盘局的指数的脉动 去找寻多空转折的位置点 找寻到之后 找寻到最强势 符合接下去那个趋势的 两大类股 从两大类股之中 在找寻各三档 最强势的个股 顺应的未来的趋势 去做操作 然后第三步呢 就把资金慢慢从 六档股票里面 慢慢集中到个股 直到这一波 大盘的趋势 结束的时候呢 你资金全部回收 这就是最安稳的大金刚操盘法了 是的 在这次财纳科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方法呢 希望大家了解咯 最重要的是你从猴子里面 要把金刚把它给找出来 然后呢 好好的把它给养大 就像你的财富一样 能够与日俱增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操作顺利